难以置信 当妻子命全一现 身为丈夫的王先生 竟完全是一副隔岸棍火的心态 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 他所描述的那一刻的心态 到死的时候我肯定会救他 王先生的表现叫人怎么看怎么觉得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四十岁的成年男人 而是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对于这样的一个丈夫 死里逃生的性女士只觉得胆寒 她就是个胃不熟的白眼狼 性女士替自己觉得不值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观察员观文看不下去了 性女士说 你就像是一只养不熟的白眼狼 我觉得她这个说法非常错误 你不是白眼狼 你应该是吞金兽 你看两万多块钱 你老婆说打就打过去了 只有一个要求 老公回到家里就可以了 那你的一口就把这两万给吞掉了 然后就是看着你老婆倒在地上 一声不响了 你说你这不是吞金兽是什么呀 当你在面对这个情况时 你心里想的就是 我还在生气呢 都是她自己要发脾气 所以她心脏病发的活该 你不觉得这样太伤人了吗 其实自始至终 王先生你知道吗 你一直在觉得 你老婆脾气特别暴躁 她特别不好 所以你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去爱她 因为你想爱的是一个 像别人老婆那样很温柔的 脾气不那么大的 不会动手打老公的女人 你会觉得那样的女人比较可爱一些 可是那样的女人的老公们 他们是怎么做的 你有没有想过 那样的女人的老公 她是不是会在外头 去把钱输光 她是不是会在和老婆吵架的时候 只要老婆情绪上来 她就比老婆更凶 她是不是会像你一样的 在言辞上面 丝毫都不注意的 去拿情绪 应对她的情绪 别人的老公做得好 所以别人的老婆才温柔 这一点是我特别想提醒你 要去思考的地方 其实她把个体积改一下 我也在乎她 她体积太爆了 就是太爆了受不了 反正她动不动 就是用刀要把我喊死 反正我身上全部指的 到处就伤疤 全部是她打的 对于观文的批评 王先生显然是不服气的 他反复地强调着妻子的彪悍 和相较之下 自己的弱小和无助 用他的话来说 身旁的这个妻子 她不是不想爱 而是压根不敢爱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王先生突然提到了一个人 据王先生说 这两年来 他所受到的委屈 老母亲是最清楚的 老人家心疼儿子 为自己教区 实属人之常情 可当这一切传到妻子的耳朵里时 她瞬间就会变得十分狂躁 甚至对着老人家做出了一个 根本不该是儿媳做的 极为过分的举动 她喊着我妈妈的名字 骂了 我妈妈在房里吓得不得了 踢门踢了好多脚 是的 我妈妈吓得不得了 确实对婆婆做了出格的事